受邀吗 是没有收到邀请什么 这个 当然来我 这个我我想 这个吃饭真的是小事 不要不要 不要在这个上面去做文章 好不好 前一天自爆没有被邀请 北部尾牙引发公斗的蔡碧如 隔一天自动启动 日前客问者自爆 两亿前客的开关 我觉得那个是 应该是行政作业的书室 那我觉得就已经过去了 就翻页吧 当中央解释 24号当天指示北部感恩餐会 中部场在27号举办 不解蔡碧如明明有受邀 却当边缘人讨拍 网红四叉猫更爆 蔡碧如受到排挤 布置一桩 在客问者清点蔡碧如 回任中央委员后 遭到黄珊珊和邻国城反对 人事案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所以我第一个 我没有这个事 第二个仓会不是我办 所以那些东西都是不实资性 细一谋黑 纪律委员会 然后应该出来来讲这些事情 这样以而传而 其实上对珊珊对我都不好 党内到底是在搞分化吗 我觉得大可不必 所以我也在这里是要尊重的讲 基本上我跟珊珊真的没有怎么样 也坦诚和黄珊珊有距离的美感 但这氛围蔡碧如真的有美丽的感受吗 去年大选期间 柯文哲架设网络频道KPTV 蔡碧如在聊天群组拜托竞选影片 排上KPTV露出 问了两个礼拜 却没人回应 KPTV是谁主导 就是总干事跟陈志涵嘛 他擅长的模式就是让下面的人员 对不同的路线来斗争 那斗胜者为胜出嘛 也都是选举期间 大家都很忙都已经过去了 不要再去细旧选举的事情 在台中为蓝白和立委示范区 打出虽败犹容的一仗 蔡碧如恐怕没想到 回到民众党的仗 竟然更难打 这新闻造不倒